嗨,欢迎收听灵魂寒兜路 让灵魂掌握方向盘带着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一边兜风一边探索吧 嗨,我是韩 那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前一阵子我有在IG 就是稍微公告说 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聊 我花了22万的金钱 去健身房请一对一的教练课 然后这当中的一个收获是什么 因为如果就体重上的资讯来说 我其实是可能分毫未减的一个状态 好了,顶多减两公斤吧,这样子 那在今天这一集最后呢 也会简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去体验金钱灵气的一些心得 那我自己目前觉得还不错 那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听到最后哦 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话题咯 就是健身房的这个话题 那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就是以为 可能去健身课就可以改变什么 但我必须说 更多的是心态上的收获 那这边先简略的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当初我会想要去上一对一健身课 因为其实一对一健身课不便宜 我的部分呢是20堂 然后大概两万八左右 一周要两堂 所以这个频率是蛮高的 可能一年的话就十几万就过去了 那当初会想要去上健身课 有一个蛮大的原因 就是我在那之前 其实是没有任何运动的习惯 那我自己也不喜欢运动 尤其是有氧运动啊 或是就是所谓的塔巴塔之类的居家运动 我都不喜欢 其实我之前应该在YouTube讲过啦 就是刚刚那阵子身边的人 陆区都有一些身体状况 所以我就决定说 好像也不能再放任自己 让身体这样肥胖下去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72公斤了 那体脂肪也是蛮高的 那体力也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然后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出于恐惧的状态呢 我就去健身房看看 那就寻求专业的人的建议啊 因为毕竟查密也都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比较胖胖的状态 那他可能就会一直念我说 要去运动啊 身体要顾好 生活才会好 但是对一个根本不喜欢运动的人来说 这一件事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有时候在情绪累积到一个零界点的时候 我也会因为纯粹他叫我去运动这件事就爆炸 然后就成为我们一个比较默默的导火线板 所以呢我们就是专业的问题呢就交给专业解决 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去请一对一教练课 然后那时候也会心里蛮不安的 那不安的原因除了就是体能上是 我要花钱去在我不喜欢的事情上 其次啊是这个钱又不小 就是大概两个半月就要缴两万八的这个费用 你就要想说有点像是你就不喜欢吃素 然后今天硬要去吃素的感觉 就心里的状态其实是没有很好的 不过一开始当然因为我的体重激素本来就比较大 就是72公斤 所以一开始瘦的时候还算快速 就是可能一个月有一两公斤甚至三公斤在瘦 那大概半年还是八个月 我有点忘了啦 反正就是在一年内我大概就瘦了快10公斤 那时候我当然是蛮开心的 就是耶我有成效 我缴的钱是有效的这样子 但是随着有一次去年的九月份 我就整个身体大爆炸 就可能真的瘦不了 然后我就去住院快要一周 那那一周回来之后我的体重呢 就一直反弹反弹反弹 他只有我去住院的时候有瘦 然后瘦了之后就开始反弹反弹 然后弹到现在就是现在是10月29 我又回到70公斤了 这当中我就有点经历情绪上的起伏吧 因为好不容易就花了快10万元 因为一年内嘛就花了快10万元 然后瘦了快10公斤 等于一公斤是花了一万块瘦身下来 而且这个撇除金钱啊 有更多的是我自己的私人时间 那那时候我的第一个疑惑就来了 就是我明明有去健身 我也有努力的控制饮食 为什么我的生活 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容易 小病大病不断出现 那时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 就是我发现我变得很会生病 就是常常小感冒就已经是发烧的状态 然后直到去住院那时候 就直接一种爆炸的呈现 所以那时候我就才开始疑问 直到今年就是5月份的时候 我有去阿卡西解读啊 然后他就说我会瘦不下来 然后甚至反弹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的情绪问题一直没有去解决 我的身体一直在承受我的情绪压力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有趣的 我如果没有去尝试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原来我胖的原因 根本也不是有没有运动 但我必须说运动还是很重要 但简而言之就是 我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我的情绪问题跟压力问题 没有去好好的抒发解决 才会导致成我的肥胖 而不是说我今天动多就能瘦多 但一开始的确是这样 但现在真的是因为肌力也拉上来了 所以就有点 也是不好收下来的感觉 那所以就是我就在今年八月份 觉得差不多了 因为其实在这当中我都有一直想停掉的念头 但这刚好这中间我在静修人类图嘛 那人类图就是 你要善用你的内在权威啊跟决策 我想要实验在我的生活中 所以我就把健骨的回应呢 实验在我的要不要停健身课这一件事上 那刚好在八月份呢 我的健骨就很有回应要停止这一件事 所以就刚好停止了 那这个过程我其实内心不是很好受的 像是从72公斤 然后减了10公斤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超开心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自己变瘦的样子 好开心哦 然后身边的人也都说 哇你有变瘦耶 很有成效耶 都纷纷恭喜我 但因为我的压力控管问题 然后也是我当初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件事 所以腹胖的时候 其实我的自我批判力也是不小 就会觉得 啊不是都去健身房请教练了 怎么会这样 反正就有各种疑问啊 就是怎么都会受不下来 你就是不够努力啊 那你就是都没有在加重你的重量 你就是都跑不够久啊 你就是心跳没有到什么成绩啊 之类的 一堆自我批判的声音 总而言之就是批判自己不够努力 那到现在就是可以比较 心平切的去看这件事 虽然说从72嘛 然后花了22万 然后经过快要两年的时间 又回到70公斤 听起来好像就结果论来说 是一个有点好笑的一个结论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 这当中我其实收获很多 像还没健身前我就有接触冥想跟瑜伽 那那时候就觉得呼吸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两个活动它都是要你专注在自己的鼻息鼻涂上 那时候我就觉得就只是呼吸而已 或是呼吸时间长短 比如说吐气的时候就只是在比一个憋气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那进入了健身课之后呢 发现说哦原来它其实是一个更接近动态冥想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在重训的时候啊 其实教练也会要你要专注在呼吸 那这个呼吸啊不是只有我们平常的胸腔呼吸 你是要整个 他们会有一个术语叫可乐罐 就是你要想象你的肋骨是整个被撑开的 是360度被撑开的 就有点像你的身体可能是一个扁掉的可乐罐 然后你把里面打气 打满了呢那个可乐的罐子就会慢慢的膨胀 然后不会再干扁的这种状态 这才是真正的呼吸 可是如果你要达到可乐罐很好的效果的这个呼吸呢 你的胸椎啊脊椎这一块 甚至尾椎 他们都是需要很有灵活度的 那这个灵活度呢就又回归到可能要瑜伽的伸展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重训啊瑜伽也很重要 这个可乐罐的呼吸法 让我知道说在冥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才能吸很多的气 然后把所有氧气跟能量吸进来 就是用可乐罐呼吸法 那吐息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部分就是我在健身课学到的 而且也是因为教练的指导 我才知道我可能脊椎测弯吧 所以胸椎就需要多放松啊 然后脊椎也需要做一些柔软度的训练 我的脊椎的这个部分没有很灵活 所以需要多做柔软度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得到 也是我觉得最宝贵的方式就是 所谓的呼吸法 它是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虽然这当中我经历了蛮多怀疑的 就是做这件事到底对我来说效果是什么 我都已经很痛苦 为什么还要花钱去做这件事 可是随着我局的重量越来越重 然后比较没那么讨厌跑步了 我对自己的肯定度是有大幅提升的 虽然我目前还没办法很享受在 所谓的运动的多巴胺的开心当中 但我觉得成就感是有的 那这个经验呢也让我对自己更有耐心 然后也更有诚服的一个感受 在那之前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三分钟热度啊 然后什么事情都无法去承担 或是承担了好像也没有一种很稳重的感觉 可是可能随着就是这么 就是我觉得运动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吧 所以我去克服了自己对他的障碍 虽然最终结果我是体重没有下降的 但是我在心态上至少已经有去面对克服他的这个状态下 我觉得除了身体上的锻炼 我的心理上也被锻炼了 所以在我之后去学人类图啊 或是接触身心灵的时候 我的心态可以更稳定 比较不会去受身边的人议论 有学身心灵或是有接触的人应该就知道 我们都会很怕被议论成邪教啊 或是就是奇怪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也有多少锻炼到我的心智 然后也让我觉得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做就对了 毕竟我连自己那么不喜欢的事情 我都可以花这么多钱 然后这么多时间去坚持他 那我有什么原因不坚持在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用他来变现呢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宇宙的安排吧 就是我在那之前其实都会跟同事抱怨 说我好想要停止健身课哦 那同事也蛮蛮有趣的 他就会说那你要停吗 那那时候我的见骨就没有回应 就会呃这样 就是要继续上的意思 那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痛苦啊 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上课 我明明就这么痛苦了 那我想就是回过头来 就是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一个经历 就是让我知道什么叫做要更臣服 臣服不是躺平的意思 而是一种你用一个有努力 但不执着的状态去面对你的人生 那近期我也收到蛮多资讯 就是所谓身心灵嘛 那身永远都是要排在最前面的 你才有机会进入到心跟灵 就像那个马斯洛的金字塔 就是需求理论 我们以前都有教过 身体的需求 生存需求永远是最基础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顾好身体 再顾好心跟灵 才会一切都是丰盛的状态 所以如果这边也小小的补充一下 人类图知识 如果你是生产者或显示生产者 然后你发现你每天都焦虑不安的话 其实真的去多动身体 消耗你建国的能量 你就会觉得好睡很多哦 那这个经验呢 也让我理解到说 接纳自己无论如何的样子 其实是一个蛮艰难的课题 像是身材的问题啊 就很容易被周遭的人 以各种好意识加注在自己身上 比如说我是 你要去运动啊 这样你才会健康啊 之类的 然后就会逼迫你要进步 或是期待 那你就会把它变成自己的压力 那甚至连带的呢 就会造成匮乏感 然后又加上那时候我是有去付一个不小的学费上这个 所以我那阵子真的对金钱的匮乏感又更严重 然后也发现说 诶我的人生课题怎么一直在减肥的路上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有点过于依赖教练啊 就是我觉得好像跟着他的步调走 我就会收下来 但我没有去照顾到自己的情绪问题 然后所以我就有一个体悟啦 就是我们总是希望别人可以接住自己嘛 然后拍拍自己的肩膀觉得自己很棒 但是我们有接住这样的自己吗 现在我还是会看到体重就觉得心情有点不爽 但是我也知道说自我接纳的路还蛮长的 这也是身心灵一直在给我的这种课题的感觉吧 不管是金钱啊或是身材这一块 无论如何呢我已经进步了 而且我也可以先跟自己说 我爱我的身体 我爱这副身体 就算上面布满了肥胖纹 然后可能也有色素沉淀 还有满满的橘皮 但我还是爱我自己 那我谢谢我的身体呢 用它的方式保护我跟爱我 所以呢我也要努力的为我身体努力 让它变健康 而不是害怕肥胖 因为我之前就是用一个害怕肥胖啊 害怕不健康的方式 就是我的意念反而着重在一个比较没那么正向的方式 那它就会累积更多压力 虽然停了健身课 但我还是会尽量的在一周之内 至少有一天吧 就是两天打不到就一天 还是要去一下健身房 这当中的收获其实也多少改变我啦 就我不会那么排斥去健身房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收获了 那其次就是我每周还会再去瑜伽课 去伸展一下身体 因为我也发现说我的身体其实没有以前柔软度那么好 那去伸展一下对我的身体也是一个保健的作用 我觉得我已经在路上了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也是为肥胖困扰 然后为情绪困扰的人 我就是是想说就是你不孤单 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零食啦 零食真的是太难借了 可能还是要有意识的吃零食 但偶尔吃呢 还是可以告诉自己 我允许我自己偶尔就是会吃零食 那像我有时候就是压力大会每天吃 所以我也在慢慢的克服这件事 后来有点理解抽烟的人 总是知道要戒烟 但他们还是很喜欢抽烟 然后上面那种烟壳的包装 对他们都毫无效果 可能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会胖 但我们还是去吃的那些垃圾食物 那我们要怎么戒断它 就又是另一个要去摸索的地方 目前也还无解不要问我 但总而言之 至少我意识到了这件事 那节目最后呢 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我去做了金钱灵气的一个感想 那什么是金钱灵气呢 我必须说我对灵气的运作还不是很理解 但是我有想说 哦明年可能不排除会想要学习灵气看看 那刚好我有追一个账号 它就Chill Healing 应该是账品 反正我会贴在资讯栏 那这一个疗愈师叫琪琪 那她是主要是13月亮丽 跟一些灵气的服务 那我是在她的限动呢 有看到她10月份有 这一个10日灵气疗愈的名额 那就她的一个资讯来说是 我们完全不需要做什么 even连冥想都不需要 那她就会在这10日的这个期间呢 不断的输送关于金钱的灵气 来给我们祝福 那我自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有点像是帮你补充能量啊 去说通你可能原本对金钱匮乏的部分 好那讲这么多台面上的功效 实际体验到底如何 因为我今天是忘记是第八还第九天 我自己是觉得 嗯要说有感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这个当中呢 真的好像我的心情都蛮好的 都蛮peace的 然后甚至有遇到不喜欢的事情 也都能知道说 哦我要用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去看她 比较丰盛的感觉 在她开始的那几天 我刚好有在限动po 就是11月份 最新的人类图解读的一个空档 才过了一周左右 我这八天已经都被约满了 也不能说约满 就是我这八天只剩下一天没有被约满 连11月都还没到我的时间已经排满 然后也是觉得蛮奇妙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还是说真的灵气有在作用 那我自己竟然都购买了 我当然就是还是会把一半的功劳归功给灵气 但我必须说这些都没有什么考据 但我自己觉得就服务层面来说 七七真的是 这个服务我会是愿意再继续续越实验看看的 就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还是会想要再购买这个服务 或是那一个月我觉得比较 状态比较不好 或是可能会很匮乏或很累 我可能还是会购买这个服务 她这个服务会每天在她的官方LINE 然后贴每日指引 然后她对于一些身心灵的一些比较正向的话 比如说一些丰盛的话等等的 然后今日的肯定剧跟今日的觉察练习 那也会每日帮我们个案抽一张卡 然后那张卡可能也是 我觉得都蛮对应当下的一些生活 都有鼓励到我 害我也想要去买那个卡牌 因为那个卡牌跟金矿是相关的 害我也有点想买 有莫名的被烧到 有点了远的 但总而言之呢 我是推荐这个服务 但无论如何 有没有相信 都还是要你实际去体验 那我自己是采一半一半的状态 因为我毕竟还是不了解灵气啦 那我明年是会想要学学看的 所以我今年呢 就有点像是在体验看看 各种灵气的一个服务的 这一个观察的形态这样子 那今天呢 就简单分享到这边 这应该是难得我们几集有聊比较久的一集 希望大家都还有内心听到最后 总结一下这一阵子的经历 我是觉得很感恩 就是虽然在健身这一块 我是曾经很痛苦 然后也很自我怀疑 但回过头来 我觉得它好像都是在帮助我 不管是回馈在生活啊 身体啊 或是对身心灵的各种体悟上 都是有所成长的 那我觉得这22万 其实就够了 而且重点是我已经去尝试了 我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我不去运动 虽然说我的运动频率的确比当初上课少很多 但我已经比当初的我更不讨厌运动一点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收获 那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减肥经历尝试了什么 然后这当中的挣扎到底是什么 然后或是一些身心灵的小分享 也都可以跟我分享哦 毕竟我发现我的podcast 现在主组是不是都各种灵性体验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啦 就不要去迷信 永远保持怀疑 但是也不要忘记要打开开放的心 去体验这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重点在于心态上 而不是说要把自己的情绪寄托于他人 像我去健身教练 他虽然不是身心灵的活动 但我还是从中得到一些身心灵的启发 然后再来是我也不能太过依赖教练嘛 就像我们去找身心灵老师 也不能太依赖身心灵老师一样 因为最终这些教练呢 或是身心灵老师 对自己的期许 都是引导他人找回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要他来依赖我 然后没有我就会生活过得一团乱的状态 这是我发现 每个正向的老师 都会对自己的期许 就算是健身教练也一样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了 那如果你是在Apple Podcast收听这一集的话呢 可以的话请给我五颗星 谢谢你 拜托拜托 那如果是Spotify的话呢 我有点忘记Spotify制度 但如果有回馈制度 也希望可以给我一点点回馈 我会非常感谢你们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